健康無分年紀 健康不論貧富 健康資訊, 守護大眾 精靈一點, 健康未註創 來到2月19日, 星期一的精靈一點 今日節目主持有葉韻儀和余逸峰 Hello, Dennis, 你好 你好, Vivian 今天在這個節目裡面 首先要跟大家說一下初十 祝大家十分健康和十分精靈 每天如果都黏著我們 星期一至五可以看直播、聽直播 星期六日時都可以上網重溫 所以大家每天都要留意健康這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是什麼呢 講一下這個膀胱過度活躍症 很多人都說 如果你有便意急小便時 千萬不要忍, 忍了對身體不好 但原來某些情況下 醫生可能會教你 這個時候你要試一下忍一忍 對, 萬一忍不到的話 其實對於健康或身心靈方面 都帶來不少問題 可能社交方面都帶來困擾 不過不要緊, 稍後時間 就會有秘療外科專科醫生 和大家一起說說有關膀胱過度活躍症病症 好了, 兩時回到一台直播室 頭半小時有衛生署的健康資訊站 今集主題會找來這個營養師 說說預防幼兒肥胖小貼士 小朋友很多時都說 哎呀, 細細哥, 胖胖, 白白就好可愛 但如果過胖的時候 都很擔心他成長方面出現健康的問題 整個成長階段的健康都要留意 我們亦預告一下 到兩點半到三點的電台部分 就會有學生健康服務疾病預防 及健康推廣工作 早上很多朋友在小時候 都有參加週年健康檢查 究竟現在的做法是怎樣 稍後就有來自衛生署的朋友 跟大家講解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年代好像是沒有的 我的兒子… 會不會是久了一點點忘記了 那我們先說回今天的主題 我們請來我們的秘療外科專科醫生 嘉賓就是羅德進醫生 跟我們聊聊天的 Hello, 羅醫生, 你好 你好, 兩位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羅醫生, 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膀胱的過度活躍症這個主題 那怎樣定義為之過度活躍呢 是否有測量表、測量器去幫忙 其實膀胱過度活躍症 是一個臨床上的診斷 它最主要的症狀都會是有急療 加減有腎療的問題出現 另外的症狀包括尿頻 或者有夜療的情況出現 但是大家要清楚了 我們要去排除了其他病因 才可以說這個病人是有膀胱過度活躍症的 剛剛提到這些病症 其實可能不少的病都會見到 尤其是跟膀胱有關 其實看回你的臨床經驗 或者接觸的病人來說 他們對於這個病症的認知 算不算都OK 還是大家都不知道 有這個膀胱過度活躍症這件事 其實這個病是很常見的 根據一些本地的研究或者調查 香港秘療外科學會的研究或者調查 其實每七個香港人有一個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有九成的人其實是不認識這個病的 並且有75%的患者從來都沒有跟醫生求診 最主要原因是他們覺得這是一個正常的心理現象 正常的意思是因為隨著年紀的關係 所以那個排便次數就會密了 量又少了 他們都覺得是正常的 有些病者是這樣 因為他們不認識這個病 說到不認識 我在想會不會更加多人就誤解了跟女性 甚至乎說得專門一點 年長一點的女士才是獨有 大家有沒有這樣的錯覺 其實大家會有的 但是其實他本身 如果要幻想膀胱過度活躍症 無論男士和女士 其實都會幻想的 而隨著年紀的增加 幻想的機會也都越來越高 但是如果真的是自然分娩的女性 那會不會幻想膀胱過度活躍症的機會是高一點的 沒有說一定的 通常都跟年紀有關 如果我們說自然分娩的話 有個機會會跟壓力性的失禁有關 會比較多一點 但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始終生育的女士加上年紀的話 骨盆底肌肉開始鬆弛 如果骨盆底肌肉鬆弛的話 就會有大些機會有壓力性的失禁 但是剛才剛才羅醫生開頭的時候 講解一下 其實為什麼定義膀胱過度活躍症的時候 都有提到 其實要排除其他的原因 那些排除其他的原因 就是什麼原因呢 其實就通常有機會混淆 可能是說尿道感染 這是尿道炎 因為兩者的症狀都很像 有機會是會有尿頻尿急的情況出現 但是症狀上來都說 如果是尿道炎的話 通常有機會安小便有刺痛的感覺 甚至有血尿 持續的時間也都相對會短一點 但是如果說膀胱過度活躍症的話 這個就會是一個相對長期一點的問題 那排除了可能尿道炎的問題 也都說了曾經懷孕都不是一個有關係的事情 那究竟這個膀胱過度活躍症的成因是什麼呢 成因的話其實可以是一個原發性 就是找不到原因 或者跟其他的病有關的 例如糖尿病 或者試過中風 當然也都可以跟生活習慣有關的 例如吸煙 或者是喝一些有咖啡因的飲品 奶茶、咖啡、可樂 這些都有機會刺激膀胱的 為什麼我剛才有偷笑呢 因為我發覺香港人真的很多都會喝咖啡、奶茶 還要是每天一杯 甚至乎兩、三杯 是的 這個是飲食習慣上的 但是如果你說是原發性的話 就是本身身體裏面有其他的狀況 出現了一些問題而引致的 或者叫做天生的 是否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 有時候上了年紀的話 他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始終年紀大就機器壞 是 那會不會可能是跟一些生活習慣 就是除了飲品之外 就是可能年輕的時候 生活習慣都有關係 這個就未必一定的 當然如果你說年輕的時候 不好保養身體 去到年老的時候 多了糖尿病 去壓高其他問題出現的話 那就有機會令到你有膀胱角度會弱症 是 但是其實通常在臨床上 羅醫生你會見到一些病人來求診的時候 是出現了什麼狀況 然後才來找你們呢 是已經去到都幾差的情況 因為剛才你說 要來求診的人七成幾都是沒有舉手的 是嗎 通常他們來的話 都不是第一次看醫生的 可能一開始找了家庭醫生 那就發覺其實情況不能夠有改善 那家庭醫生就會轉介給秘療科醫生去看 他們的症狀除了急療 加減會有遺療的情況之外 通常他們都會說是有夜療的問題 還有會有療頻的問題 換句話說去到求醫的時候 當然可能是因為見到有剛才說的 夜療或者心療的問題 反過來會不會是 已經去到影響到一個所謂生活的質素 即是社交也好工作也好 去到這個地步才求醫的 都會不會見到呢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挺常見的現象 很多時候譬如年紀大的老友記 他們來求助都會說 我都經常要去小便 甚至有遺療的問題 搞到我都不想出街了 所以其實見到 如果有這個病的話 其實對病人的生活素質的影響 都挺嚴重的 例如如果有療頻的問題 有機會會不會半小時 或者一小時就是小便 變了可能它會避免軟痕 如果有遺療的問題的話 有機會有一個衛生的問題 令到病者尷尬 它不會去到出街了 做隱蔽長者有機會 另外如果有液療的問題 有機會是會影響到睡眠質素 甚至失眠 我想在那個確診的時候 都需要有多方便的資料 除了剛才說了 患者可能會跟你說 總之就是很快便急 有變異了 我就去廁所 去得少許 有時也多一點 我想那個形容是這樣 但我們是數據快一點 才去評估那件事 是來到的時候 如果懷疑那位朋友 是有這個 真是膀胱的過度活躍症 整個檢查診斷 和測試要做些甚麼 首先我們見到的患者 都會是跟他做一個詳細的問診 先問清楚有沒有甚麼 健康的因素 或者其他病 導致他有這個膀胱過度活躍症 例如會不會有中風 有沒有糖尿病 另外也都會問清楚病徵 維持了多久 飲水的習慣 生活的習慣 有沒有飲奶茶咖啡 有沒有食煙 然後再做身體檢查 另外我們會做一些檢查 會在相對沒有那麼入侵性的 例如做一個尿觸測試 排尿日記 填蚊卷 或者是拿一些小便送去做化驗 當如果在一些檢查過程裏 我們發現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要做進一步檢查 排除其他病因 例如做電腦掃描 超聲波 或者膀胱鏡 其實無論是這個問診的階段 或者提到排尿日記 填蚊卷的時候 都很靠病人去說一下自己 究竟平時的狀況是怎樣 你看到大家是說得準不準確 或者會不會都是 如實相告 猜猜一下 我大概每天就隔多久小便 其實會不會都要自己做多些功夫 才來見醫生好一點呢 當然問證會問 但是其實我們每次問完證回去的時候 都會有個功課做的 那個功課就是排尿日記 排尿日記是做些甚麼呢 我們會希望患者去下次覆診前三天 就會記錄喝水的狀況 甚麼時候喝水 喝多少 或者喝其他甚麼的飲料 去小便的情況 去小便的份量 還有有沒有遺料的情況 我們希望有些數據幫到我們去分析 究竟有甚麼成因導致他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記得曾經都 因為身體檢查方面的時候 都做過一個叫做尿速測試 那件事究竟怎樣測去小便的時候 原來都挺特別的 可能坐在一個座椅上面 很簡單的就要做你平時去小便的情況 不需要特別去調整甚麼 其實這件事是怎樣看到甚麼 還有其實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喝夠水 儲到我很急了 然後我就舉手 現在可以了我就去做 那我們這個叫做尿速測試 一個相對簡單的測試 就叫病人去小便 去一個特製儀器那裏 最主要量度幾樣東西 第一量度去小便的份量 量度去小便的速度 還有量度究竟去完小便之後 膀胱裏面剩下多少尿在那裏 當然我們都會建議患者去喝 做測試之前 要喝足夠的水才去做 因爲若小便便的份量不夠的話 是有機會影響測試結果的 我記得看資料 這個測試好像是 就不會是麻醉的情況下 其實病人聽到做這個測試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都有一些疑惑 或者疑問這樣呢 這個尿速測試的話 他們對這個疑惑比較少 因爲這個就可以去診所進行 但是如果我們說一些 相對再入侵性一點 我想你說的是 譬如尿動力學測試 如果這個膀胱過度活躍症的患者 去食藥不能夠有效控制 病情的情況之下 我們想考慮做手術 或者其他治療方式 我們就會考慮做一個 尿動力學測試 那那個就會相對 是入侵性一點點了 是否真的需要麻醉 或者我們叫入侵性 因為要放一些東西進去 放一些我們叫做感應器 那整件事可不可以詳細和我們說一下 諾醫生 病人的話 去沒有麻醉的情況之下進行 我們會有兩條很幼的導管 一條會經過尿道 放入膀胱裏面 另一條導管 就會經過肛門放入直腸裏面 然後我們會慢慢 將生理鹽水灌入膀胱裏面 儀器就會量度膀胱和直腸裏面的壓力變化 從而得出數據給我們去解讀 那是不是需要在做之前 八至十二個小時 不可以吃東西 要排清扁 這個就不需要 但是通常我們做這個測試之前 都會幫病人放清小扁 然後才開始進行 那這個測試其實最終的目的 是要知道病人的什麼狀態 才能得到結果 其實就是我們 譬如以膀胱角度的症為例 雖然一個臨床上的診斷 但是如果藥物不能夠有效控制的病徵 我們有機會進行一些入侵性的治療 例如打肉毒幹菌針 那為了我們有多些證據 可以告訴病人 怎樣去到進下一步治療 我們就會進行一個 尿動力和測試 去看清楚膀胱會不會說 真的有一個不由自主的收縮 而導致有這樣的症狀出現 即是說如果這樣去理解 就是那個尿動力學的檢查 的一個測試 就不是所有這個膀胱過度活躍症的患者 都需要做的 是的 因為膀胱過度活躍症的話 其實是一個臨床上的項目 所以就不需要特別去做一個尿動力測試去到確診 但是如果我們要做進一步的治療 相對入侵性一點 不是說只是吃藥的話 我們通常都會做一個尿動力測試 有多些證據可以和病人相對下一步的治療計劃 是 但譬如羅醫生 你見到很多一些可能患者受著膀胱過度活躍症的影響 我想都挺影響自己的生活 還有剛才也是那一句 大家都好像對這方面的偉疾技術 或者應該去到這樣的年紀OK的 就沒有去處理 最大的影響 譬如做完手術或者接受治療後 患者的生活質素改善 你見到很明顯的 會不會有些例子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最大的幫助的話 我相信都是當他們吃了藥 或者做了一些生活習慣上的改變之後 他們發覺其實摩小便的情況可能沒有那麼密 甚至沒有了遺料的問題 其實那個人心情開朗了 因為有時候他們之前就經常都很緊張 怕賴尿的 因為始終都尷尬的 到處去找廁所 根本就不想去軟行 你想想如果去回內地 去玩那些長者 是車程牆組 車程牆組的話 就是賴尿他們 很多時候因為這件事不想出外 但如果有這個生活習慣上的改變 和吃了藥之後可以處理到的問題 其實他們是願意去做多些社交活動 其實對人的心理健康都是有一個好的幫助 那當然都是越早治療越好 那反過來這樣說 其實這個膀胱過度活躍症 如果是耽誤了 其實那個情況的惡化 會不會都是去得很快 還是進程是怎樣的呢 其實那個進程是每個人都有一些少許不同的 但是始終都會影響到你的 生理上的問題 和心理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都希望病向前中醫 如果例如惡化這樣說 那個尿腎的量會多了 頻密了 還是怎樣去理解這件事 看到那個演變是怎樣的 我想最主要就是可能急尿的情況會厲害了 或者是遺尿的情況會多了 而如果真的這個遺尿的情況多了 或者是真的去廁所去得密一點 去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想我們都會和病者談 究竟會不會說給一些藥物去試一下 去到放鬆膀胱 希望改善的症狀 明白 所以透過精靈一點 我覺得都真的可以帶來很多一些正向資訊 比可能面對著 現在我們所說的症狀膀胱 過度活躍症的朋友之外 亦都讓公眾 甚至乎我們節目主持人更加了解多一點 因為以前都不是很明白 譬如我試過做事去外地的時候 經常有些哥哥姐姐會說 這頭去完廁所 那頭就會問你 隔多久我有廁所再去 原來你多理解了 就發現 他們可能真的生理上有這個需要也不一定 是的 要多理解一點 就當然不要猜猜一下 如果有問題 都可以打來我們的健康熱線 一八七二三一一 一八七二三一一 今天我們說說膀胱的過度活躍症 請來秘療外科專科醫生 羅德進醫生跟我們說說 羅醫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是的 上一節我們開頭的時候 我在這裡說到 平時我們就盡量應該不要忍療 如果急小便就要去 但是如果真的有膀胱過度活躍症的朋友 在整個治療或者監測的進程上 有時醫生是否會提議他們 有的時候不用馬上去忍一忍 那去治療膀胱過度活躍症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一個生活習慣上的改變 除了剛才所說過的要膀胱訓練 就是教你忍療 其實先說了其他 第一要適時適量去喝水 什麼叫適時呢 譬如睡覺前兩三個小時 盡量就少喝水 不是叫大家不要喝 但是早上或者下午就喝光了 因為你睡覺而已 你的腎臟是不會睡覺的 它會繼續去到生產尿液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適時適量的喝水 另外就盡量介一些有咖啡因的飲品 例如咖啡、茶 亦都戒煙、多做運動 另外做膀胱訓練 或者是盤腔底肌肉運動 其實都會改善到這個問題 但是關於剛才那個 要忍著那個 是不是有這樣的需要呢 那個就要醫生 跟你們去到再談 當然就是 如果是講這個膀胱訓練的話 其實去一個訓練 去到訓練膀胱的伸張力 希望藉著長期的訓練 希望慢慢擴大膀胱的容量 同時改善膀胱的控制力 要回復正常的小便功能 和改善尿失禁的問題 是的 這個訓練 或者剛才提到的一些飲水的習慣 例如臨睡前要少喝一點 等等這些 會不會是先做了這件事一段時間 之後才考慮去用藥或手術 還是確診了這個膀胱高度藥症 就是兩樣一起限制 改善習慣和藥物都開始要進行呢 這件事我們會和病者談的 因為始終用藥的話 藥是始終有一個負作用在那裡的 如果病的病徵 帶給病人有困擾的話 我們都會建議用藥的 除了生活習慣上的改變之外 很多時候病人就會問 醫生你建議我們用藥物控制這件事 幫助這件事 但我們最擔心的就是藥的副作用 到底可能是用於控制 膀胱過度藥症的藥物 通常是哪一類型的藥物 以及它們有什麼副作用呢 通常我們有兩種藥 去放鬆膀胱的 第一種藥就相對舊一代一點 叫做Anticholinergic 本身中文就叫做抗膽減劑 它的副作用相對較大 有機會便秘 口乾 眼蒙 兼且如果是有尿豬瘤的病人 或者是有青光眼的病人 是不可以食用的 當然有新一代的藥物 我們叫做Beta-3 Agonist 是一個Beta-3 腎上腺素受體激動劑 副作用方面相對較少 但是不代表沒有副作用 它的副作用包括有機會心力過速 有機會護心 還有如果是有嚴重 不受控制高血壓的病人 是不可以用的 兩種藥物最主要的作用 都是放鬆膀胱 讓它沒有那麼敏感 希望令到症狀得而舒緩 是 大致上分了是舊和新一代的藥物 在服用次數 或者是服用整個時間的長短 有沒有分別呢 其實如果是新一代的話 通常我們都會是一天一次 當然舊一代藥物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種類 由一天吃兩次也有 到一天吃一次也有 根據病人本身的身體體質 或者生活習慣而定 但是我們通常都會開一些 相對長效一點的藥物 給病人吃的 例如一天一次 因為始終沒有人喜歡吃藥 因為可能這個病症 本身就是帶來一些生活上的不方便 如果吃藥方面都可以便利它 那個效益就會更加大 沒錯 但是給我選擇 一定是一天吃一次那些 不用記住吃兩次三次 但是當然這個不是 由完全病人可以控制 但是剛才說新舊藥物 當然有他們的優勝之處 也都要有避忌之處 例如有青光眼 或者剛才你提過 有些病狀的情況 就不可以使用 但是如果你說病人 都沒有一些我們叫禁忌的 那是否先會先試新藥 因為通常新的東西 應該效果各樣好一些 還是還有些什麼 先決條件可能要去考慮一下 如果你問我的話 其實我都會選擇新一類一點 因為始終的負作用相對少一些 你要知道其實一個人 坦敏吃藥 其實很受它的負作用影響 是啊 越少負作用 吃的次數越少 其實病人會更加容易 信醫生去吃藥 而改善病情 是 其實講到這個 膀胱過度藥症這個病 很多時有關膀胱 或者尿道的問題 感覺上都可能會 幾容易引致一些 附近部位的拼發症 例如是 簡單來說 尿道炎 可能是很多其他病症會引致的 其實膀胱過度藥症會不會都 除了帶來生活上的不便之外 會帶來一些其他身體的問題 最主要我想都是一個衛生的問題 因為如果有胃尿的情況出現的話 有機會弄濕內褲 如果它又不能夠 因為工作的需要 或者種種原因不能夠更換的話 其實有機會有衛生問題之餘 亦都有機會影響附近的皮膚 有機會可能有尿片診 或者其他問題出現 我們剛才說到 可以做一下一些訓練 在未開麥克風的時間 我們就跟隨著羅醫生說的 一直都在這裡做的 現在就將事情搬到幕前 三級旁邊的朋友 以及觀眾朋友都要留意一下 我們就未能夠推開張台示範 但其實都不用那麼誇張 坐在這裡可以做到 聲音導航都夠 聲音導航都夠的 羅醫生其實不是說有膀胱過度 會有症的朋友才是專利可以做 我們平時一般 如果想整件事健康一點 這個運動都需要做的 是 這個盆腔底肌肉運動 其實是容易強化我們的盆腔底肌肉 希望減低有遺療的機會 尤其是壓力性失禁 這個盆腔底肌肉運動 其實會幫到大家 是 盆腔底肌肉運動 好了 如果我們坐在這裡 有時候聲音導航我們怎樣做呢 是否在如宗地坐直一點 好 大家坐直一點 第一樣東西 大家要放鬆你們的大腿 是 放鬆你的電腦肌肉 和放鬆腹部肌肉 然後慢慢向上和收縮 大家的盆腔底肌肉運動 很抽象吧 即是屁股兩邊收緊提升 好像忍大便 忍大便 忍氣和忍小便 然後一組盆腔底肌肉運動 就有慢速運動和快速運動 慢速運動就大概持續十秒 快速運動就持續三秒 而兩組之間的休息時間是十秒 每一次就要做十組 每日做三次 如果這個盆腔底肌肉運動 可以持續起碼三個月的話 其實有機會是會幫到大家 為了的問題 其實這個運動 都可以說隨時隨地坐在這裡 就做到 如果聽眾觀眾覺得 做密一點可以不可以呢 每日有空就做一下 有沒有好處呢 沒有問題的 做運動身體健康 這個是重點 那有沒有一些情況下 可能都有一些儀器的幫助 或者介入的需要 暫時我們的話 通常都是醫生和姑娘 去到教病者去做 這些盆腔底肌肉運動 當然我們也都 每一次做的時候 其實回來覆診 我們都會有方法去看清楚 去做得正不正確的 這些身體上的檢查 是 但是如果整個過程上面 一直在做這些運動 也都可能改善著飲食方面 那些進入 另外也可能需要用藥物的時候 同步進行 我們是都繼續要記錄 這個小便日記的 其實做這個小便日記 去到整個治療過程裡面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其實都會給病者 一個警惕的作用 讓他知道自己的生活習慣 和這個症狀的關係 例如他真的改善了睡覺前 沒有喝兩三杯水 他可能真的會發覺 真的沒有了 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有更加大的動力 去到給病者 去到繼續現在的治療 但是如果可能情況沒有改善 或者比較嚴重的 可能都除了藥物之外 有其他治療的方案考慮 還有些甚麼的做法 包括手術呢 如果真的藥物和生活習慣上的改變 不能夠處理到膀胱過度的藥症 而它的症狀帶給患者極大困擾的時候 我們就會先進行一個 尿動力學測試 去到看清楚原因是甚麼 然後我們有機會 跟病者談手術 那手術就包括 這個肉毒幹菌的注射 肉毒幹菌的注射 是做甚麼 目標是怎樣 其實它最主要的原理 就是肉毒幹菌會在神經抹梢 它會抑制了它的神經傳動物質的分泌 進而可以阻斷了神經和肌肉之間的傳動 令到膀胱的肌肉可以放鬆 這是一個原理 做的話 這是一個全身麻醉的手術 大概需要30至45分鐘 一個內窺鏡 一個膀胱鏡 會經過尿道 進去膀胱 然後我們會有一支很小的針 去膀胱不同的地方 打肉毒幹菌 去做手術 它大概的效果 可以維持到九個月 九個月之後 就要再重複做手術 即是說不是一次性根治 不是的 這件事 九個月左右 大概就要再另外做一次 不明白 所以說 為甚麼剛才羅醫生說 整件事你想改善的話 是必須重生會習慣 當然有些特定的因素 可能需要其他一些 比如手術各樣的輔助 我們這個時候有個代問 先問一問羅醫生 廖先生說一直都有尿腎的問題 他懷疑自己有膀胱過度活躍症 吃過肉 但是不理想的 所以問了 除了吃藥之外 有甚麼方法會幫到手 另外 尿腎 是否就等於有膀胱過度活躍症 這個問題 第一件事 要知道尿山究竟說有遺尿的情況 是甚麼情況之下遺尿 會不會說 只有早上會遺尿 還是其實是晚上都會有遺尿的情況出現 因為如果說晚上都有遺尿的情況出現 我們就會擔心會不會說 其實是因為膀胱燒得太滿 而導致有腎癒的情況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是有機會表示一個長期的尿豬瘤 是需要做其他檢查和其他治療的 第二件事 我們亦都要知道 這個尿山究竟他在吃甚麼藥 究竟是真是一些治膀胱過度活躍的藥 還是他其實是在吃一些前線藥 而去處理的問題 因為其實大眾對膀胱過度活躍 其實不是很了解 有時他以為是在吃藥去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不是的 我們除了說藥物去處理的問題之外 當然就好像我們剛才所講的 一些生活習慣上的改變 講的是適時適量喝水 戒煙 希望減低 不要喝那麼多有咖啡因的飲品 減肥 當然最重要其實 我希望他可以有個排料日記做了 下次帶回給醫生看 這樣就可以更加方便我們了解 究竟他所講的遺療的成因是甚麼 是 我們亦都有另一個聽眾的問題 代物 亦都證明了 這個病的確不是女士們特別關注 亦都是一位男性的觀眾 那就是張先生 他就是71歲 就想問一下 早上都會經常有尿急的情況 但沒有夜尿這個問題 想知道是否有膀胱過度活躍症 要真的看清楚他的症狀 如果他在說只是早上才有急病的情況 會不會和你的生活習慣有關呢 例如老人家相對喜歡去喝茶 早上 喝茶的話 一中兩件 怎樣都會 第一 有咖啡因 因為有茶 第二件事 其實喝茶聊天的時候 你不由自主 其實你喝多了很多水 這兩個原因 就有機會 導致你經常都會有尿頻尿急的情況 尤其是在早上那裏 如果真的要知道原因是甚麼 又是排尿日記 如果是可以做排尿日記 看清楚喝水的情況 喝甚麼飲料 去小便的情況 去小便的份量 我想可能會給張先生一個答案 所以這個日記 真的不要想著 我們要寫很多很多東西 剛才其實羅醫生都說了 有甚麼要記錄 喝水的量 或者你喝了甚麼飲品 各樣東西 到底排尿排了多少 這個亦都很幫助到 醫生去做一個診斷 好了 我們今天這個話題 就是膀胱過度活躍症 在我們臨結束訪問之前 都很想來醫生 因為這件事 像你所說 都不少人有的 但也有很多人 不去舉手 告訴別人我有這個問題 或者忽略了 或者忽略了 有甚麼重要的要點 希望可以再提一下 我們的觀眾和聽眾朋友 我想最重要 大家不要畏疾記醫 這件事 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盡量請教醫生 還有大家保持一個健康的生活習慣 多喝水 多喝水 但是要適時適量的喝水 盡量戒煙 多做運動 健康的飲食 我想這些都會是一個 除了可以處理到 今天的主題 除了膀胱角度的症之外 其實亦都可以處理到 很多健康上的問題 雖然都帶出重點 男女不同年齡都其實有機會 需要關顧這個問題 但的確看身邊現在 很多例如電視廣告等等 將尿受問題和一些某個年紀 中年或者老年的女士 拘捕了很近的關係 這方面你對於 有沒有甚麼可能提醒 其實有尿受問題 其實應該怎樣處理 還是要去看看 是否和這個病症有關 那個關聯是怎樣呢 我想如果是說跟女士有關的話 就有機會是壓力性失禁 因為女士和男士不同 她有機會生育 上了年紀就會停經 賀爾蒙會減少 這些都會是因素 導致骨盆底肌肉鬆弛 如果骨盆底肌肉鬆弛的話 就會增加壓力性失禁的機會 所以為甚麼坊間 才會將女士失禁 打造成女士跟失禁最有關係 但其實不是的 男士其實都會有影響 只不過原因大家有少許不同 是 還有剛才也說到 如果大家可能在吃某些藥物的時候 有時太多東西未必記得了 可能在吃那樣東西 根本就不是你們想的 有些副作用各樣東西 可能都要多諮詢醫生 所以今天大家都透過這個課題 理解多了很多 不過最重要是適時適量 內醫生提過很多次 但是我記得 你說睡覺之前兩三個小時 就不要狂喝水 但是我平時很忙 我一次就打一公升下去 我一天喝兩次 就夠了八杯水兩公升 那這個方法又是否可以呢 你自己很辛苦 喝到肚子漲了做節目 還有喝完之後你去小便的話 你們辛苦節目中間 又未必有時間去洗手間 所以這個也不是一個適量 所以是適時適量 兩個配合才是最好 對,還有可能 稍後聽完我們節目之後 想喝個下午茶的時候 記住那些比較利料的飲品 例如咖啡奶茶 就盡量避免也很重要 對,雖然名叫下午茶 但可以喝杯下午水 適時適量要記得了 今天感謝羅德俊醫生 跟我們說了這麼多 謝謝 好,謝謝兩位JC